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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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因善恶业的牵引 会让我们投身于善道或恶道 所以 现在我们开始要谨慎因果 在解脱之前 我们还有很长一段修行的路要走 为了未来的利益 我们当下就要指恶行善 从当下的细微处开始做起 我们下期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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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修行 有时候我们会错过了正在发生的当下 因为我们太忙于思考将来 我们总是要为了一个尚未出现的人 尚未出现的快乐而忙碌 因此才导致了我们目前的状态 我们必须利用种种善巧方便与智慧 寻找出秘诺使我们的生命更具意义 我们需要一个健康的神心 为了使生命变得出秘诺 你需要把修行变成一个持续的习惯 每日都坚持 尤其是在面与诸多障难和干扰升起时 你需要把修行变得出秘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养狗养猫养猫也是给吃给喝的 对父母要时常晨欢膝下虚寒问暖 要多关心慰问父母知道吗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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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放《 når达投入 gaan》 念出声音 念诵时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有些是一边念诵文字 同时观想 另一种方法 则是把经文念完 然后宣神贯注地观修 或者先观想再念情文 无论用哪种方法 重点是念出声音 因为光是心中观想还不够 若加上身体和语言的行为 会更有力量 尤其语的力量是很大的 所以念出声音 是很重要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恒顺众生 恒顺众生是要顺着众生的善处而不是恶处 如果对方升起慈悲心 我们要尽量随顺务力增长它 但如果它升起的是嗔恨心 我们要反过来止息它的嗔恨 让它的心平静 我们不要让众生的烦恼 恶处习气等影响自己 改变自己 否则就变成愚痴了 恶处习气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自主自由 佛法说的自主和一般世间说的自由不同 佛法说的主要是对心的自主能力 当我们还有烦恼和夜里时 心被它们所束缚于轻盈 而不由自主地在轮回中流转 就不会得到真正的快乐与自由 有自主能力就是快乐 不能自主就是痛苦 无法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明定 其实 大自然的定律 有生就必有死 无常 是生命的必然 那为什么要恐惧呢 都是因为我们的贪质 害怕改变 希望一切都不要改变 才会有化碍 有恐惧 当我们放下化碍和贪质 就会了解大自然的定律 接受未来必然的死亡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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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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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 持戒地仁天 忏悔除罪障 放生解冤结 福寿广增严 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拜八观摘戒 护生即礼拜大悲战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 共同领众 日期10月14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 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颤法医共睦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认清这深与义的本尊 鲜明显现 有如大印 自始及自然圆满 无需寻求 乃是觉醒境界的体性 认清道 在由此认识之后起修 即是由修单一本尊 而修一切佛陀 认清本尊的身形 鲜活陷起 而不会衰败或消退 并且超越出生与死亡 这就是关于 生大印的直指教研 我现在要给予 与三种子字的直指教研 认清你头上的白色翁字 是善事生的体性 喉间阿字 是善事与的体性 心间的哄字 是善事与的体性 认清翁字 能清净三界 一切友情众生 在身方面的遮障 阿字 能清净三界 一切友情众生 在语方面的遮障 哄字 能清净三界 一切众生 在语方面的遮障 在身与语 遮障清净之后 将生起三种 成就的征兆 经由翁 成就生 你的身体会生起大乐 因此认清此为大乐法身 经由阿 成就语 你的话语会产生力量 因此认清 此为法性的声音 空性之语 经由翁字 成就意 你的心中会生起了症 因此认清此为法界的五念现前 这些鲜活现前时 会出现三种的不间断 翁为吸气 从你的头顶显现 阿为助气 从你的喉咙显现 哼为吐气 从你的心间显现 认清这三个种子字 息息不断 犹如你的呼吸 即是金刚颂 这是关于 语三种子字的 直指教研 语三种子字的